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几岁的大人们这样子 那你知道在大人们生存 小朋友很怕讲错话会被骂 对对对 然后就要找到一个生存之道 所以从小就训绘会练习出一种 察言观色的 读空气 对对对 对对 从小的技能 其实这样的人 我自己啦 我觉得是很会说故事的人 因为有时候要跟自己讲一个道理 对对对 包括看到一只蚂蚁或一只蝴蝶 你都会自己编一个故事出来 小时候会跟娃娃讲话 对对对对 听起来很可怕 对对对 或者是那个结在树上的果子掉在地上了 就是说你干嘛掉下来啊 你应该在上面好好的待着 就是会自己讲故事 我还没有这样子 还没有那么严重 我会跟植物说 我会跟植物说 你是更会动的说话 我连植物都得说话 你让我寂寞程度很大吧 够空虚 可是这个很可能就是你为什么现在会创作的能量啊 可能喔 就自己比较会跟自己说话的感觉 对 所以你说你从高中开始写 那你那个电脑里应该有不只这六首歌吧 对啊 没错 但就是因为一张专辑嘛 还是有一个主题 所以不可能全部都塞进来 所以这个主题 刚好是这六首歌符合还是怎么样 嗯 这个主题其实就像我说的 它是一个陪伴的感觉 哦 像是 呃 主打歌明星 嗯 它就是一首我觉得是送给所有听众朋友们的 因为 大家都说明星好像是 光鲜亮丽 然后舞台上 演员歌手之类的 嗯 不是不是不是 是 呃 你自己就是自己的明星啦 要这样讲 因为如果说你有一个目标在前进的话 你很努力 那你就是自己的明星 那明星的定义是 嗯 家人朋友粉丝 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很明亮的星星 嗯 因为他们给我 很很多动力去支持我想要做的事情 嗯 我对明星的定义是这样子 那你自己对成功的明星有不同的看法吗 对 因为 我觉得成功其实在很小的一件事情也可以成功 哦 比如说你是朋友中的开心果 或是你本身就是一个很会聆听别人的人 嗯 那你其实就是一个很成功的聆听者 嗯 嗯 所以你要扮演的是一个这样的角色吗 这张专辑是陪伴的一个角色 哦 OK 那有谁陪伴过你呢 可以这样问吗 嗯 家人朋友们都是 嗯 那我觉得我生活中最主要的 嗯 我 嗯 所有事情都可以讲的就是我的高中的姐妹 高中的姐妹 对 哦 OK 哈哈哈哈 嗯 阿福哥你为什么要弄到我们的记忆面包 哎是记忆图词 对啊 哈哈哈哈 很可爱哦 哈哈哈哈 他是灯吗 没有他两首各有一个道具 其中有一首拿的就是记忆图词这样子 好可爱哦 结果阿福哥可能提醒 他其实已经瘦下来了还是把他撞倒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为什么要补这一枪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回来 可是音乐上有没有有这种陪伴过你的一个人 嗯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听歌 比如说是谁陪伴你 嗯 我很常听 嗯 方大同老师 嗯 然后还有Ariana Grande的歌 如果他们两个现在一左一右坐在你旁边 哇太幸福了 哈哈哈哈 我也不能呼吸耶 哈哈哈哈 真的假 真的真的真的 我会哭出来马上 哦真的吗 嗯 可是我觉得都有机会遇得到有可能的啊 哇 怎么了吗 我们姑且就把他当作就是近期目标之一 因为 方大同老师已经很久没出来了耶 哪有他来过我们这边好多次了 什么 包括他吐那个童书的 那他下次来的时候你可以call我过来吗 那我跟阿福哥说就好了嘛 好好好啊 哈哈哈 拜托 那你们就一起上节目吧 哇 这样会不会很开心 我会紧张 我会好紧张哦 啊姚你刚好人在台湾有空哦 我会飞回来 哈哈哈哈 我又为了见他飞回来 OK OK 欸你是很认真的啊 我认真爱他啊 哦 我好喜欢他耶 哦 他的歌曲就是 等一下他跟Ariana Grande两个完全不同曲风吧 嗯他们都很R&B啊 Ariana Grande比较你知道高音往上跑的那种 对但是 大同是非常多at the lip的表现 但其实我的转音的技巧是因为喜欢上Ariana Grande才有进步很多这样子 哦 因为我会模仿他唱歌 一个老师级的感觉哦 对 那方大同是哪一种启发到你 就是嗯 我觉得他你在听他的歌的时候你会想不到他接下来的旋律走向会怎么走 哦 因为不知道他的脑袋是怎么构思那个旋律 诶那你这样应该会很爱听一些爵士乐啊 常常就是后面有一些improvising不少要就跑去哪了 我很爱我很爱 哇 对R&B爵士 OKOK 首我都很喜欢 其实音乐有一个让人很着迷的地方就是 大家觉得某一种曲风好像一定有一些方程式或公式 嗯 可是像爵士这种就是没有 你就不想要接下来把你带去哪里那种感觉 对但其实他们还是有所谓的什么蓝调音阶之类的 哦那是他们的root 对对对对对对 但其实听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很有音乐性这样 哦 嗯 所以你自己平常常听的是这一类R&B爵士 没错没错没错 哦 所以刚做那首disco是怎么来的 但我也很喜欢听 嗯 这样我 而且你的年纪应该离disco流行的时候很远了 没有 最近那个叫什么是一个轮回 你就像Y2K那样子吗 对 其实我身边的朋友都很喜欢听复古的歌 像是落日飞车 你的朋友年纪都很大是不是 没有 就是跟我一样大 那他们怎么会去听这些旧旧的东西 落日飞车啊 落日飞车的元素也是很早期的东西啊 就是我就很chill很舒服 都是用670年代的一些元素进来 我们都很喜欢 哦真的吗 对啊 还是说其实你们有一些老灵魂 我觉得可能有吧 可能有吧 可能有哦 哦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时期都有他的 姑且说是听觉美学好了 他不然不会有那个时期这么多人同时的爱上他们这样子 嗯没错 对对对 但是我都会觉得比较年轻的 像现在很多都听抖音的 很多都是听两分多钟歌的人 他可能就不会去听以前旧的东西 但我觉得很幸运的是我身边的人都没有这样的习惯 不是这样的习惯 我今年有去台中大学演讲过 然后我就在台上问了一题 因为他们都大一大二 我说你们会去听你们出生以前的歌吗 全部都举手哎 我说你们怎么会去听那么久以前的东西 我觉得他们应该还会很喜欢周杰 哦 对他们对 周杰仁以后出生的人 没错 我也都很喜欢啊 对我就想说哦 所以其实不是新东西适应你们 你们连旧的也会去找 应该是会去找那种经典的 嗯 然后发现哎 很不错 然后就会慢慢再去搜寻类似的 所以是 音色 曲风 编曲 旋律 VOCAL 是哪里吸引你最多的 我朋友的话 我听他们说是 呃 歌词 哦是歌词啊 嗯但是我自己的话 嗯 歌词还有乐器 哦 像是爵士乐不是很多会留很长的空白 留给乐器去solo吗 是是 嗯我就很喜欢这样子的 哦我只是我以为你指的是说像以前都会用什么法国号啊管乐啊 像流行歌比较不会用这种乐器的声音啊什么的 现在现在还没有 现在还是有很多 哦 比较 呃新生代的歌手 他们会 配器会找古典乐手来配 是是是 虽然有时候 虽然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哎好多乐腾都放program 但是 但我觉得就是效果啦 看你要那个歌呈现什么样的效果 那我觉得最真实的还是最棒的 所以你喜欢的是那个 organic的声音 就是越气越自然的声音 哦就像食物吃原型的那种感觉 这样子 食物我喜欢吃也调味料的 哈哈哈哈 我比较重口味 你喜欢重口味 我比较重口味 哦 所以你是效果器控吗 哈哈哈哈 我认识很多乐手出国去音乐节 其实都在找二手效果器店啊什么的 哦但是有些歌很需要效果器 autotune什么的 然后我就说你们干嘛要去找这么多 他们说我们想要有跟别人不一样的 声音 主要还是看歌曲吧 哦 对对对 而且他们希望说他们以后做的东西可以有别于别人的sound的跑出来 那样子 像这种很特别的我也会很喜欢听 哦所以你也会对texture音色去特别找这样子 就如果说乐手很厉害的话 嗯 我就会特别去听 哦 嗯 我有时候我在听歌的时候我会分 嗯 我这边听听那个主唱的声音 然后这边在狂听那个编曲配器的声音 你他完全没有享受因为你在分析 哈哈哈哈 可是很爽耶就是在分析的感觉 你就像是我跟我一个朋友去看那个灯光啊什么的啊 就觉得他打得好漂亮啊演唱会 他说哦没有这个大概是15瓦20瓦 就是就是因为他们家是卖电炮的 有有有我身边朋友也会这样 因为我是学那个剧场的 嗯嗯嗯嗯 然后就会有有朋友的同学的专业是灯光那类的 他就说是几瓦数 就说这就是电脑灯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就觉得你可不可以不要破坏那个我正在享受那个美感 这样子很妙耶 可以放松一点看剧 对对对对对对 好再来一首歌吧 好 我们刚才听了一首作品 嗯 我们接下来听哪一首 听我刚刚提到的明星好了 好啊 祝大哥 好啊 我们先听这个歌 待会儿回来继续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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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